三部杂等无上瑜伽中依如是说 故事载用无上瑜伽部之意气 或可四部意气 依得荣有志气应跟观察 在四部里面也荣有志气 应该是可以观察的 它里面也提到这些 好像是说无上部的意气里面 跟四部的意气里面 行部、瑜伽部都有些相通的 所以它这个就是讲说像这种 用这样来分别四门的话 还是应该要观察的 它主要的意思是这样子讲 这一段里面就是讨论 那么后面这一段 从此中活密论师、灰夷四部 为得明显说自取折而戒 大日经及金刚所灌顶等为继 一直到最后几个字 无差别故 这个都是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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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部法里面 所有应用的东西 在一句话里面 师、后几个字 后净利、助生心及世 这几个字 好,我读两段经文给你听 读生心及世 以是当之 生心事等诸念诵之之相 凡文中未先说者 亦为此经已说 亦为此经已说 生心等故 生等之相 生未咒日 心未咒之所依夜伦之形象 四位如来生性 第二、四者为至天色 又诸命根利用收色等相 金刚集经全已宣缩 以彼系署名后净利 故意持品不复宣缩 生等之相 然后,你看后面几个 既彼师盈 毕如则那现正菩提精盈 日为菩提心 第二名为生 四位助之天 四自身所作 所言第二四 正皆两足尊 说命即是轰 利用未意念 如是 此中四等体相 如前已说 这两段经文 都是很难看得懂 但是你只要分开来 听我讲你就清楚 你不听我讲 你就进得盘尸洞 易到蜘蛛经 你就堕入秦王 从此你就变成了人家的点心 这个文字啊 很像蜘蛛啊 黏来黏去 年来年起 增脱不开 其实很简单的 他简单的字不用 很喜欢用困难的字 这一句话 神、心、心、即是 是四步法里面的三个力量 一个声音 一个声音 住声 就是利用声音 很简单的 就是咒语 就是咒语 要念这个念诵 念诵咒语的方法 住声 就是念咒语 什么是住心呢? 心就是意念 意念 就是用意 用你的意念 那么什么是识呢? 就是色相 色相 颜色 颜色 像如来啊 如来他当然有三十二相 就是他的颜色 如来的色相 就是三十二相 三十二相 八十种随形好 就是如来的色相 就是如来的色相 那么在密教里面啊 他当然是用夜轮 夜轮代表什么呢? 就是如来的色相 那里面有放咒语 咒语就是声 就是声 就是声音啊 就是咒语 那么有咒 有咒语 如菩提心 夜轮就是菩提心 那么显现出来的颜色 就是他的色相 在密教里面 在密教里面经常用夜轮来代表 夜轮的颜色 就是色相 就是代表菩提心 意念 里面的咒日 就是咒 有咒语 这样应该很清楚了吧 这个 他是讲 咒语 心为咒之所依 夜轮的形象 这个心啊 就是夜轮的形象 那么咒日 就是放在这个夜轮的中间 四位 四位如来生性 这个整个都是属于如来的生性 这个是释法的 开始的 那怎么会产生力量出来呢 他在讲 魏智天色 又诸命根利用 命根利用 收射等相 这个就是讲密教的释法 你知道那个咒啊 有放出来的 整个咒日都出现了 那么有把它收回去的 就是把它收射回去 这个就是收射 什么是利用呢 当你在想念的时候啊 意念的时候 就产生了这个利出来 就是利用 什么是命根呢 命根就是哄 这个sup sup 不是汤 是sup 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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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大的 利的 win 就是 空 sup win 就是在台湾 就是台空 sup 就是很大嘛 对吧 对吧 你看 你看 他第二段里面的经文里面 跟我讲的是不是一样 你们注意一下哦 智慧菩提心 这个咒日啊 也是代表着菩提心的 第二名为生 第二个讲的就是讲声音 咒音 发出来了这个咒音 就是声音了 是为主至天 是 就是天相 天的这种相 天上的这一种相 这个天上的这种相啊 很难让你想象的 像西藏喇嘛 他在做那个谈 谈成 用这个沙 来足谈 做曼多罗 他用有颜色的沙 中央主尊是谁 是门是谁 哪一个是这个佛的建属 哪一个是佛的附法 哪一层是怎么样子 这样子去做 就是做那个曼多罗 曼多罗做出来了 就是谈成 就是修法用的这些谈成 就是四部法 但是这个根源于哪里呢 他这边行 是为主至天 这个释法是从天来的 从天来的 这个是天相 所以像大字如来 旁边的四个箭子 啊这个 歌 舞 西西 华曼 歌 就金刚歌 金刚舞 金刚华曼 金刚西西 这四个箭子 绕在大日如来的周围 那么他有这个四菩萨为箭子 八